Lapella Co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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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讯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文 刘文给你拜扬啦 Colera 其实刚才我们有rehearsal 然后我们也是今天才看到整个这个场合 然后我觉得今天 他们这个Lapella的这个设计 是Julia想给大家传递的感觉 也就是让你觉得在自己家里面 但是同时你是穿着非常深刻的Lapella 展现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魅力 所以整个不仅它有 像花园一样的 然后也有像Living Room 所以在不同的每个场景里面 Julia把每个摩托都穿成了不同的衣服 然后我穿的是一套非常 就是具有中国颜色的 红色的一套套装 然后上衣是比较紧身 然后有蕾丝在胸前 然后是一个紧身裤 然后它是搭了一个这种 有一点根的坡根的这个凉鞋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应该是很酷很强势 应该在我的Living Room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椅子 一个椅子上面 踩了一个女生 对 好好享受当下吧 对 因为生活总有很多 触发起义的事情会发生 就比如说自己去录纹理一样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纹理会要去不同的城市 去做这个时辰计 但是也是偶尔 突然间这个灵感的这个出发点出现了 多少点了 收散大哥 那请重复一下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其实包包它是一样 非常重要的配饰 就跟你的耳房呀 手表啊 项链一样 可能你在不同的场合 要选择不同尺寸的包包 然后包包也分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材质 所以我觉得包包它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有益的实践单品 可能你生活当中去旅行的时候 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双肩包 或者是一个旅行袋 但是你工作的时候 可能也是需要一个中号的包包 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放进去 但是可能你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 也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小包 所以我觉得包包其实它蛮有意思 好吗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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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Go Sorry Sorry I'll keep moving 就像我说话一样 我是个双肩的表情包 对对对对 进行 两个月 有时 别痛 三个月 起来 它也肉 是的 都